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电影十里郎 今天我们来看一部《大神选手》遭遇车祸 在车祸中他失去了妻子,眼睛也越来越差 但他依然没有放弃赛马生涯 最后终于成为强者的电影《冠军》 故事开始,天才赛马选手程浩带着妻女踏上了旅途 不幸的是,在路上程浩遭遇了车祸 他的妻子当场去世,程浩的眼睛也受了重伤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程浩只能和女儿义胜相依为命 由于势力下降,程浩的马术生涯立马遭遇了重大打击 老板不会养不会赚钱的马 同样的,他们也不想顾不赚钱的骑手 就这样,程浩离开工作单位 他本想找旧情人借点钱度日 没想到旧情人又提起了眼睛失明的事情 自尊心极强的程浩非常气愤 夜晚,他打开电视和义胜收看了之前的比赛 在比赛中,程浩又找回了往日的威风 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 程浩又回到了赛马场 他与一伙投机者签下了无形中的契约 程浩会适应投机者的意思拿到名次 而投机者则会为程浩提供住所 一旦马术大家,终究还是屈服在了世俗脚下 然而,阴差阳错之下,程浩搞砸了一切 投机者们在赌马中输掉了12亿 这件事当然被归咎到了程浩身上 为了避开追杀,也为了保护义胜 程浩离开了赛马场,他来到了乡下 在这里,程浩遇到了一大群被淘汰的骑手 同时也遇到了一匹名叫冰雹的马 如果没人能驯服冰雹,他就会被卖掉 程浩不愿让这种事情发生 他立马进入了冰雹所在的马圈 不过,一人一马的初次见面并不融洽 程浩被冰雹拖着走了好久 以至于同伴们开始质疑程浩的能力 实际上,冰雹曾遭遇过一次车祸 在这次事故中,他受了很严重的伤 甚至还失去了自己从未见面的孩子 所以现在脾气才会那么古怪 无论骑手们怎么努力,都无法进入冰雹的心 冰雹的经历触动了程浩的心 毕竟他们都有同样的经历 在暴雨中,程浩死死抓住了冰雹的缰绳 一人一马展开了角逐 但冰雹却一直不肯带上马鞍 午夜时分,冰雹发烧,倒在了马圈里 程浩和义胜为他提供了无微不至的照顾 就这样,人与马的感情越来越好 次日,冰雹的主人带众人来到了海上 同样的,他也带来了冰雹 不久,主人就把冰雹踢到了海里 实际上,他是想让冰雹和程浩完成最后的特训 不会游泳的程浩入水后迅速沉到了水下 冰雹刀拼尽一切赶了过来 他把程浩带到了岸边 这是冰雹这些年来第一次被人骑在身上 回到马圈之后,程浩为冰雹带上了马鞍 众人都开始了昔日的骑手梦想 他们骑着自己的马肆无忌惮地奔驰在海滩上,草地里 就这样,程浩找回了真正的自我 不久后,他参加了一场重要的马术表演 在半路上,程浩再次遭遇了那些投机者 他们抓走了一圣,程浩立刻骑马追了上去 一场骑马追车的追逐戏马在街上上演 程浩的伙伴们也追了上来 很快,投机者们就把车开到了花坛上 现在,车子已经没法开了 他们立马抱起一圣开始逃亡 在半路上,一圣一直在用各种方法干扰投机者 他成功地为程浩争取了时间 很快,程浩就从这些坏人手中救走了一圣 看到此情此景,一位官员决定帮助程浩 程浩也毫无保留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他想重登赛场,继续书写自己属于骑手的荣光 第二天,程浩就离开了乡下 在未来的日子里,他要恢复训练 然而,赌马的人并没有消息 投机者们也开始了行动 在赛场上,程浩骑着冰雹快步前行 然而没过多久,他就被甩到了后面 赌马的人非常开心 程浩果然和他们想的一样,不堪一击 然而到达弯道的时候 冰雹却突然加速,跑到了前面 看到此情此景,台下的一教练非常激动 电视台的转播员甚至直接站了起来 赛场暴冷一直是令人激动的事情 所有人都不看好的赛马和落魄骑手 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他们在马圈里欢呼,庆祝着来之不易的胜利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程浩和冰雹圈粉无数 他们不停地获胜,不停地击败各路强者 程浩成了毒马者最青睐的名字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现在程浩的势力已经越来越差了 为了骗一声,程浩记下了一个各种选手的排位表 他自信地念出了各种选手的名字 一声坚信程浩的势力非常棒 只有程浩自己知道 可能过不了多久,他就得离开赛马朝 永远地离开这个自己魂牵梦饶的地方 望着一声,程浩不愿说出真相 妇女俩都闭上了眼睛 他们用心感知着彼此 片刻过后,程浩的眼眶中落下了泪水 也在这时,那些不看好程浩的人弄出了事端 他眼睛不好的事情传到了记者那里 一时间,程浩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伊教练也被上司骂了很久 从几人的交谈中我们不难看出 上司是个非常虚伪贪婪的人 为了提高上座率 他强行让受伤的骑手参加比赛 以至于酿成大祸 但上司却把责任归结到伊教练身上 这让伊教练非常恼火 离开上司后,伊教练跟随程浩来到外面吃饭 他故意把牙签推到了程浩面前 势力受损的程浩把牙签当成了调味剂 看到这一幕,伊教练明白 记者说的话都是真的 伊教练决定换下程浩 让其他人起冰雹参加比赛 得知这件事后,程浩再也淡定不了了 他跟死去的医生妈妈发过誓 要成为最棒的骑手 现在放弃的话,程浩聚和死了没有任何区别 伊教练知道这种放弃一切的感觉 他没有再继续打击程浩 程浩回到了家里,望着妻子的照片 他的泪水止不住的流下来 程浩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做什么 坐在寂静的麻眷里 程浩握着啤酒 冰雹就在身后 此时此刻他坚定了信念 程浩放弃了比赛 将会有一个新的骑手骑着冰雹参加比赛 然而,冰雹并没有乖乖听话 他开始大闹马场 新的骑手瞬间就被甩在地上 无奈之下,伊教练只好把程浩再次叫回来 骑上冰雹的那一刻 程浩成祸心声 此时此刻他根本无法看清前方的路 只能看清冰雹就在自己面前 程浩骑着冰雹不停前进 现场的观众和转播主持人都陷入了癫狂 程浩再一次赢下了比赛 此日,之前在乡下遇到的伙伴们来到了程浩身边 他们想劝程浩暂停比赛,不要再继续拼命 更要命的是,伙伴们说出了程浩眼睛已经近乎失明的事情 医生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伤心地离开了现场 程浩本想抱住医生,阴差阳坐下却抱住了别的小女孩 自此,医生终于明白了事实 他跑到了以教练身边 天真的医生不知道该怎么做 大哭一场后,他来到了马炫 寒冷清洗了医生的身体 他缓慢地倒在了地上 看到这一幕,冰薄变得躁动不安 他开始不停地踢门 尽管门上有锋利的钉子 不久,冰薄就被钉子划破了腿 与此同时,马炫的门也被踢开了 冰薄冒着大雨跑到了程浩身边 在他的指引下,众人找回了医生 但冰薄的腿伤却彻底恶化 他能不能完成接下来的比赛也成了问题 真是乌漏偏风连夜雨啊 为了赢下比赛 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叫来了一个强大的棋手 程浩对此一无所知 他骑上冰薄来到了决赛现场 这场比赛很可能会成为程浩最后一场比赛 他已经完全看不清赛场了 只能凭感觉控制冰薄前进 比赛一开始 程浩和冰薄就被甩在了后面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 程浩还不小心碰到了山岚 随着时间推移 冰薄的伤口蹦出了鲜血 但他依然没有放弃 一路向前追去 腿受伤的冰薄和势力受损的程浩 组成了一对好伙伴 冰薄变成了程浩的眼睛 看到身后的程浩 受人雇佣的强大棋手 再也安安不住了 他非常敬佩程浩和冰薄的竞技精神 开始主动放慢速度 指引程浩前进 程浩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 他拼尽全力跑到了前面 现在冰薄将会与这匹名叫火狐的马 争第一 然而此时冰薄的腿伤已经非常严重了 程浩知道冰薄永远不会停下来 就算他的腿会断掉 他也会坚持比赛 为了不再让冰薄饱受折磨 程浩松开了缰绳 瞬间他就被甩到了地上 冰薄也停了下来 他缓缓地走到了程浩面前 程浩拽着冰薄的缰绳再次站了起来 鲜血已经染红了冰薄的腿 但一人一马并没有放弃 他们彼此依偎 一起朝终点走去 周围的观众都为一人一马欢呼 这就是体育项目的魅力 此时此刻 冰薄和程浩成为了所有人心目中的冠军 一胜跑了过来 他紧紧地抱住已经近乎失明的程浩 妇女俩在赛场上跳起了欢快的舞蹈 程浩并没有赢下比赛 但却赢下了人生 冰薄一批在车祸中失去了自己孩子的马 一匹只是善于奔跑的马 在车祸后 因伤腿不能再奔跑惨遭嫌弃的马 冰薄在人不顾一切 寻求利益的过程中 扮演着一颗认劳认怨的棋子 在他眼里凑出的那道光究竟是什么 能在最后30米 20米 10米 不顾剧烈疼痛 跌跌撞撞地继续加速奔跑 在程浩不断嘶喊着冰薄停下的时候 仍然继续奔跑的冰薄 他这般到底为何 起初我还一直以为 经历过车祸的冰薄会被无情的卖掉 在某一雨夜的巧合下 程浩照顾了生病了的冰薄 在蓝色深海中 这对拥有相同经历的伙伴 朝着彼此慢慢靠近 被冰薄救起的程浩走上了岸边 他牵着冰薄的缰绳 趁着夕阳温暖的光 走向了另一个更深更浓的生命中 直到程浩模糊的眼中 时隐时现冰薄流着鲜血的伤腿 不断拍打着冰薄劝气停下 但冰薄却不想放弃程浩的梦想 依然不断加速奔跑 我猜这不仅是简单的人和马之间的感情 而是在这一场比赛中 彼此甘愿充当着彼此有伤痛的眼睛和腿 然后一起向着终点奔跑 最后他牵着他慢慢走向终点 不畏输赢 只为那份真挚的情感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啦 喜欢的朋友记得关注哦 我们下期见